收集了一整天的食物,兄弟们 天已经黑了 我们需要赶紧找个地方 当作临时的庇护所 我觉得这个鸡脚嘎啦就不错 在备野生存里边 我们挖三田一式洗目通的 因为这个泥土是会塌方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挖一个洞 然后进去避一碗 我觉得应该是挺安全的吧 不过这挖方块的速度确实有点慢呀 快点吧,大哥 一会儿僵尸多来了 饿了饿了 先来吃一块牛肉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在乎我们的食物了 必须要吃呀,兄弟们 干净干净干净 啊,兄弟们,好害怕 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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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们用泥土把门口挡一下 这是我们在备野生存里边的第一个晚上 我希望可以有劲无限度过 这边能不能放泥土 试试一下 哎,不行,兄弟们 这个泥土是会塌方的 那我觉得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僵尸一般是进不来的 我们就在这里度过第一个晚上吧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收获 我们收集到了19块牛肉 还有32加11个菊花 哎,还有7个小麦种子 还有29个向日葵 哎,这个食物,哎,对 还有5个草莓 这个食物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庇护所 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的度过吧 我听到外边僵尸的声音了 兄弟们,你们听到没有 哇,兄弟们,有点害怕呀 他应该进不来吧 别吓我,别吓我 哎,啊,完了 完了 这就把我秒了啊 完了,兄弟们 我家在哪呀 一个鸡脚嘎啦 我找不到呀,有点 这天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到 啊,小白 哎呦,完了呀,兄弟们 这,要不然我们重来一次吧 这等级已经到了负二 重来一次,重来一次 我相信大家 哎,谁玩贝爷不死呀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只有负三截而已 来,重来一次 好的,兄弟们 新档开始了 这一次我们的出生点特别好啊 这边有一片树林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平原 既有了食物 也有了木材 哎,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系列 我们吸取 不对,这一个档 我们吸取上个档的教训啊 我们先来做一个庇护所呗 边收集食物 边做一个庇护所 天黑之前一定要做好了 上期那个庇护所 太差了,真的 好的,兄弟们 一个极简的庇护所已经做好了 虽然说空间比较小吧 但是我们只需要用两个泥土 就可以把它挡得密不透风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放一个羊毛 来当做标志 因为贝爷里边是没有坐标的 没有一个显眼的标志的话 是很容易迷路的 刚才还撸了一个碎石碎片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系列是特别 不对,这个档是特别顺利的 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好像什么也做不了了吧 我们来撸些草 不是,撸些小麦种子 然后咱们就回家 看一下今天晚上能不能度过 好好好,兄弟们 天黑了 我们先回去吧 温暖的庇护所 我们拿出泥土 然后把它挡一下 挡在这里 哇,兄弟们 黑了,黑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等待明天的到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过程就给大家加速一下吧 哇,兄弟们 你们听 完了,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兄弟们,什么声音啊 好像是挖方块还是 哎呀,兄弟们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还好,它拆了一个方块 我们就用手工 别过来,别过来 别别别别别 大哥,大哥 天气亮了呀 别别别 大哥,有我一命 不是,兄弟们 为什么它会拆方块呀 不是雪月才会拆吗 我晕了,兄弟们 就差一点 它就被烫死了 哎,也还好,兄弟们 我找到了我们的庇护所 里边没有僵尸 哎,好 不是,我装备只有一个帽子了 其他装备呢 应该都被僵尸穿走了 那好吧,兄弟们 死了一次而已 还能玩,还能玩 我一定要尽早的做碎石工具 我们今天呢 天刚亮 我们就去找一下碎石吧 然后争取赶紧做碎石工作台 做出武器 就可以和僵尸抗衡了 走走走 这边有一个矿洞,兄弟们 不过,有没有碎石 哎,有杀力,兄弟们 不过这么高的话 我下去应该是上不来了吧 算了算了 这边的杀力拿不了 走了走了 好像是这样的,兄弟们 我们现在需要四个碎石碎片 就可以做一个碎石 有了碎石 我们就可以做碎石斧 有了斧子呢 我们就有了木材 有了木材 我们就可以做工具了 然后一步一步来 先步入碎石时代 然后我们再步入铜器时代 可以 我们先去找碎石 把我们的庇护所上方 做一个标记 免得找不到路 这边有两个杀力 我们挖一下 看能不能掉碎石 如果不掉的话 也有杀力 我们回去继续挖 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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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真掉了一个 兄弟们 现在有两个碎石 两个碎石碎片 四个可以合成一个 那么还需要继续撸 再来一个吧 求求你了 哎,这个没有掉 有点可惜 那我们就再多找点吧 晚上我们的时间有很多 我们利用晚上 多撸一些碎石碎片 OK兄弟们 我们拿到了五个杀力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撸杀力 获得碎石 刚才又攒了一只羊 我们把羊毛放在这里 哎,这一下我们这个标志 更加显眼了 然后下边用了一块 沙利垫脚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出一个碎石碎片 哎,可惜了 没有出 还是两个 回家 这一次呢 我们用碎石 把自己埋得深一点 我就不信 这样僵尸还能进来 我们就撸碎石吧 然后渐渐的等待天亮 兄弟们 我一直感觉 周围有很多僵尸 但是我感觉 他们进不来 但是又感觉 啊 为什么呀 兄弟们 我 这怎么玩呀 我的这个庇护所 前前后后 有四层的防御 但是还是被挖穿了 然后把我宰掉了 我政府了 我家在哪 我在这里 这个羊毛还是挺显眼的 我明白了 兄弟们 这个庇护所我没建好 庇护所最好是建在一个半空 然后僵尸上不来 这样的话 我们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现在僵尸可以挖方块 但是他们不会搭方块呀 完了兄弟们 我什么都看不到 哎 兄弟们 绕了一大圈 总算是摔掉了僵尸 现在我的庇护所就在这里 我们挖开方块就可以进去 我希望僵尸不要来 哎呀 死了好多次了 求求你了 我真的有点玩不了了 兄弟们 太难了 我觉得有点不对 难道是我这个标题太狂了吗 别来别来别来 大哥 我不服兄弟们 最后一次兄弟们 相信我 最后一次 我绝对会坚持下来 相信我兄弟们 我先试一会儿 我计算是